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学学老师 舞蹈能遇见更美的自己 我们今天来讲述什么呢 讲述我们通常在跳舞时 我们的眼睛应该看向哪里 然后我们平常如何进行眼神训练 可以在我们的舞蹈中 把我们的眼睛展现得淋漓尽致呢 那我们今天直接教授大家眼神如何用 好的,第一种眼神看向远方 在我们有限的空间里 把我们的眼神透过一切看出去 看得非常的远 好,第二种定睛看向固定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看向我们正前方 也就是我们眼睛有固定的看得近一点的地方 好,第三种眼神横移法 也就是用我们的眼睛去扫描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我们眼神扫描的时候 一定不要放过任何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可以盯紧我们眼前的一个问题 水平线 把它扫过去 一定眼神中间不要放松 不要放松,不要放空,不要乱瞟 一定是每一个地方都要过去 不要放过任何一个部位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 有三种眼神应该放向哪里 那我们平常如何训练我们的眼神呢 同学们会发现第三种眼神非常的难 就是有时候 你会把自己的眼睛中间就快速的瞟过去了 这个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平常训练如何训练呢 好的,首先呢 眼睛看向正上方 眼睛看向正前方 正下方 左边 右边 左斜上 左斜下 右斜下 右斜下 然后就ération尾 bins 二 三 四 搭 五 六 七 八 二 二 三 四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扫描 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3 2 3 4 7 8 收 好的同学们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进行眼神训练的时候 一定要配合我们的联想法 就是看到我们 比如说喜欢的食物 喜爱的明星 好看的电影 喜爱的电视剧 一定要把我们的眼神 投入一定的感情 才会在我们的舞蹈中 表现好我们的眼神 好的 我们今天这节课 专门的眼神训练 同学们 你们学会了吗 一定要记得每日坚持练习 那我们下期再见